好 我们敬爱的陈理事长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行政总处 地方行政研习中心 跟县政府合办的一场 环境教育的研习 首先欢迎各位来参与今天的学习 我刚刚跟理事长报告过 本来今天的课程本来想拉到我们南辽社区去 实际体验一下 不过后来大概太个人了 另外有一个机关 之前比我们更早之前就已经预约了 所以这次都没有机会 我想没关系 应该还是有机会 那今天环境教育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难得 请到我们南辽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陈有哲陈理事长来担任讲座 那南辽社区在湖西 我想也在座 很多我们在地的同仁都非常清楚 那我们理事长 他是除了是台电的员工以外 担任我们南辽社区的理事长 那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 在我们理事长的带头 推动参与之下 把南辽社区这个整个 各方面都经营了非常的有色 特别是在由原来我们南辽社区 南辽社区 并不是很多 产业也不那么样的兴盛 环境当然也跟我一般 跟某县县乡下的荣村的环境是差不多 那经由这几年 在他跟我们村长的代理之下 那居民一起来 然后很多单位协助 投入 不论在这个文化的保存 环境改善 产业文化或生态的保育方面 都取得非常具体 而优异的成果 那获得各方面一致的肯定 那特别是 好几年来都一直获得 我们中压相关部会 颁给非常优秀的奖项 来肯定 那大概应该各位也在包裹桥市场看过 今年我们那个陈底市场也刚获得 这个我们行政个人政务委员兼 台湾省主席 林郑泽林主席的颁奖 获选为地方基层的翻炒人物 表扬 那所以可见的说在整个社区的营造 跟游村再生里面 南邀社区在我们一场的代理之下 已经取得一个标杆跟典范的一个 大家学习的角色 不论是学习机构的研究 或者全身户外参访 还有我们很多漫游 想漫国旅游的一些 体验旅游的一些游客 都会不约而同的把目标 投向南邀社区 那么我们就很好奇 究竟陈理事长是一位怎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信念驱使他 以及这近几年来我们南邀社区 究竟发生哪些事 各位应该跟我一样非常好奇 现在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陈理事长开讲 谢谢大家